注意看,这是一群天真浪漫的可爱小狗 它们纷纷从木板下钻出来五颜六色的毛发 黑溜溜的大眼睛,十分惹人喜爱 它们在欢快地玩耍打闹,彼此分享乐趣 而一旁的大黄狗看到这愉快的画面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大黄的主人王叔告诉我们 他不认为这几个幼犬是大黄的儿子 因为毛发发色不一样 而且狗仔们的母亲也离开了他们 他甚至向我们展示妈妈抛弃狗宝宝们的证据 从监控里我们看到 在几个月前,一只白色的母狗过来找大黄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在那生了五只狗仔 王叔仔细端向小狗门 五只小狗有三只是白色的 和他的妈妈一个颜色 可以理解有一只是黄色的 和他爸爸的毛色一样,也完全说得通 可这只黑色的是什么鬼 黄狗和白狗居然生了一只黑狗 更让大叔接受不了的是 小狗的妈妈是个街溜子 把五只小狗扔在这里,自己就跑出去了 每天也只会回来一会儿给小狗喂奶 小狗每当看到妈妈回来就特别的高兴 纷纷追着狗妈要奶喝 个个争先恐后蜂拥而上 不过小奶狗的好景不长 正当他们吃得开心的时候 狗妈拖着他们一直往前走 似乎是要转身离开 小狗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 心里非常的不舍 大叔看到之后也非常的失望 为了弄清楚狗妈每天都会去哪里 这天大叔准备跟踪白狗狗 但是狗妈妈很快就发现了我们 只见他飞快地向一户院子跑去 跟随着他的踪迹 我们来到了一座房子里 里面的人告诉我们 这里的大白狗可能是所有幼犬的父亲 真相让我们感到吃惊 难道大黄不是小狗们的爸爸 这只大白狗的主人告诉我们 他已经交配过很多母狗了 其中也有黄毛发的狗 但大部分出生的幼犬都是白色毛发的 那么大白狗知不知道这只白色的母狗呢 话音刚落下 母狗便出现在大白狗的窝里 只见他缓缓走到大白狗身边 与他热烈地亲吻着 行为十分亲密 而看到这一切的王叔则一脸愤怒 狗宝宝的母亲居然跟其他公狗有染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黄狗被戴绿帽子 还莫名其妙地喜当爹 大叔越想越来气 这天他牵着自家的狗去找大白狗算账 当再次看到这只白狗的时候 恨不得直接放开黄狗上去一决高下 但很明显他不能这样做 为了弄清楚谁到底是五只小狗的爸爸 大叔花巨资请来了宠物医生 剔取了三只大狗和五只小狗的唾液 准备为他们做亲子鉴定 过了几天后 检验结果出来了 答案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检验中心的医生说道 大白狗确实是五只小狗的父亲 但同时大叔家的黄狗 也是五只小狗的爸爸 听到这个结果 我们都大吃一惊 检测中心的医生赶紧解释道 这在狗的生物学上是有可能的 一只母狗在交配季节 同时与不同的公狗发生关系 就会形成双重交配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五只小狗的爸爸 听到这里的大叔也豁然开朗 这就是为什么五只小狗当中 怎么会有一只黑狗的原因 或许它也有一个单独的狗爹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